台湖蓝地在台湾的最新动态 横圈半岛因为被台风扫过 吹起16级强阵风 肯定今天上午有一辆救护车 行进南湾道路的时候被巨浪袭中 差点翻车 连一旁的住家也惨遭海浪波及 索性救护车只有被吹到地面向的车道 而拍摄的网友家里也平安无事 只是台风天外出真的是相当危险 下午在东港街头 接着在拍摄过程当中就差一点被招牌砸到 一阵大浪打来 整个淹过救护车车顶 海水更是毫不留情 直接灌进路边民宅家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水 民众惊慌失措 影片随即变成黑画面 就是为了赶快抢救家园 在墾丁南湾民众原本记录台风惨况 没想到竟然碰上了惊险一刻 说幸后来救护车和民众家中都没有大碍 而弄到的招牌无预警被风吹到 甚至差点砸到准备连线的记者 正是令人捏一把冷汗 木兰地台风横扫屏东 横穿蓝雨 是分别出现了16 17级的强阵风 东港街头一片白茫茫 加油站招牌即使加强固定 还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顶楼水塔也被吹得歪斜 而上午有渔民为了检查船只 是冒险来到了港边 就怕强方来袭 身材工具受损 是不断的到港边巡视 但是风雨逐渐增强 原本堆放在一旁的垃圾 被吹得四处飞散 招踏车东倒西歪成了废铁 而路上的树木更不敌 强风吹袭树枝掉满地 攻到外墙 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 那个阴架的安全 我车子也要回到旁边 把那四倍打到的 浪花不断向上拍打 热门景点镇海公园 不见游客踪影 而民众也躲在家中 不敢出门 就怕墙台侵袭 造成损伤 记者综合报道 的确提醒民众 外出真的是要小心 因为台风天高雄 现在各区也是不断地 传出灾情 在今天下午1点到3点 持续吹起13级的强震风 不但是路数和商家招牌被吹落 就连平常放置在港口旁的大货柜 碰到强风袭击 竟然是像鸡木一样 也都被吹落了 排排堆好的巨大货柜 碰上超强震风 瞬间变成乐高积木 轻易被强风吹落 场面实在很惊人 受到莫兰地台风影响 高雄市在14号全面停班停客 市区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 更出现13级强震风吹乱势荣 不止如此 路数倒塌 招牌毁损 连超商门市都被强风吹毁 宛如爆炸现场 整家店强风直观 店内一片混乱 钢筋电线散落一地 不止这样 还有更夸张的 一名机车骑士 骑在市区已经很吃力了 车骑到一半 前方竟然出现被吹落的铁皮 刚好掠过头部顶端 不过还好戴安全帽的人没事 受到惊吓跌倒后 还能起身追回掉落的安全帽 气象局表示 14号晚上到15号早上 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到了15号下半天 墨兰地登陆中国 各地雨势就会趋缓 可是紧接着 还有第16号台风马勒卡靠近 若途径不变 不排除15号晚间到16号上午 发布海警 这个中秋廉价 民众可不能大意 记者陈青 陈彦宏综合报导 好像